阿彌陀佛 學員有一個問題想請師父解答 說一個人如果說 他突然昏倒 失去意識 那 是他的第六四 突然的夢覺 那 如果我們為他練佛 如果他的第七四 第八四還有作用的話 是我們幫他練佛 能夠幫助得到他 是這樣嗎 如果他的昏倒是深層的昏迷 第六四如果不活動 那你練佛對他幫助就沒有用了 因為他的耳視要活動 一定要第六四的幫忙 那麼如果他的昏倒 有這種昏倒是第六四還在的 那還是有用的 所以你一個人臨終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能打麻啡呢 不能睡著呢 你第六四要保持清醒 因為你是隨念往生的 諸位 第六四一旦不活動 你就慘了 那就第八四的業力要出來了 你沒有本事 你沒有本事進夜成就 你不可能隨夜往生的 幾乎不可能 除非你練到夜境晴空 所以當第六四不活動的時候 這件事就不吉祥了 如果你第六四在活動的時候 你還沒有把阿彌陀佛感召出來 當第六四停止活動的時候 你幾乎沒有機會了 你就準備隨夜流轉了 所以隨念往生啊 他必須把握第六四在的時候 因為你感應到教是靠第六四跟阿彌陀佛感應到教 你不可能到第八四 第八四他是 他也不能照善也不能照惡 他也沒有思考能力 所以你第六四 當第六四消失的時候 第七一四只會壞事而已 說實在 所以我愛子 你想他能夠幹出什麼好事呢 第八四也不可能 第八四是充滿了業力 他是把那個最成熟的業推出來 那前五四沒有第六一四 前五四什麼事都做不了 所以還是在第六一四 那師傅我們怎麼樣知道 他的第六一四還有沒有作用呢 你沒辦法知道 因為他是無行無效 你怎麼知道呢 我認理念佛對他沒有壞處 所以我們註念就是 你不管他在不在 你就是 該開始該開始該註念 反正你沒有壞處嘛 是吧 你不能拿儀器去測一下 等到你測出來 已經來不及了 那為什麼有一個說法是 就是說人在往生的 比如說六個小時之內 他的耳式還沒有退的話 我們為他練佛式 那都是原則上 我們一般講八小時對不對 原則上 但是每一個人因人而異 說實在 他做一個原則 就是斷期後八個小時 他合理的配論 第八十第六四還在 斷世後 所以叫黃金時間嘛 就是斷期後 註念八個小時對不對 但是不 其實是因人而異啦 每一個人的夜報不同 有些人第六四會走得很快 所以即使是說他昏倒 或者昏迷了 因為就是為他練佛 也許他 你總沒有壞處 至少你給他一個善業吧 你不能提起他的正念 至少你補他的善業嘛 你回向給他嘛 是吧 總沒有壞處吧 是吧 但是我們不能夠精準的算出來 他到底第六四還在不在 沒辦法 沒辦法 謝謝師傅 還有那就是 原了凡他改命 改命運 那他改的是什麼 對啦 這個問題很多人就是 就是這樣 第六四的努力 創委一張機器之良 他果然可以改變 有限的命運 但是絕大部分都不能改 你比如說你一個女眾 你有本事修修到變成男眾嗎 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這果報已經成熟了 我覺得這從為師的教理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他下了很大的心力 他創造一個很強大的善業 這個善業要得果報之前先有花報 他就是 就是說他創造一個很大的善業 這個善業本來來生得果報對不對 正常 但是精神先開花了 他的那種善業力量啊 太強大了 某種程度影響到他精神啊 但是他正式的果報 你說他不失 只是讓他長壽嗎 如此而已嗎 那這個是副產品啊 真正的果報到來生了 天上的果報 那是因為他造的善業太強了 某種程度啊 已經影響到今生了 這個是特例 這種善業都很強 強大的善業跟強大的罪業啊 在得果報之前啊 三年一來豐滿了 他會有徵兆 你看有些人 來生要去地獄之前啊 他今生最有一些 罪業的象狀起現形 但是諸位 這個不是正式的果報 這是開花而已啊 炎鳥王先生那個也是他的花報而已啊 就是說本來我們為師的果報是叫易熟嘛 就是你這個種子存進去 你要給他一點時間成熟啊 你不是沉進去馬上出來 沒有那個事情啊 那麼他是前生的業成熟了 但是他今生在造業的時候 本來這個業要影響來生的 但是他今生善業太強了 他那個善業的氣氛已經釋放出來 但是他正式的果報在來生 這第一種 第二種 他前生雖然造了一些不好的業 讓他轉命 但是他的業不重 比較容易改 跟業的輕重 我們會講到業的輕重 有些人業特別重也不容易轉 就是他得果報的時候 有些果報特別堅固 有些果報不堅固 就是他造罪的時候 他馬上懺悔 所以他得果報的時候 那個果報啊 結構比較薄弱 不堅固 他很容易轉 兩種可能都有 好 好 那麼 當然 文士學 諸位 你要去思考 因為跟你有密切關係了 好 你我們今生會來輪回啊 諸法因延伸 一定哪裡出的狀況 是吧 不是上帝要我們輪回的 是我們自己的內心的世界 一定有問題了 如果你找不出他 那你來生會犯同樣的錯誤 你想改變你的生命 一定要先了解自己 這個是非常關鍵的 到底你哪裡出的差錯 你才不會讓歷史一再的重演 所以學為世學就是 抓到你的病根 你的時間非常有限 你不能像無頭蒼蠅一樣 到處去找問題 不可能 你只有相信佛陀 聖言量 集中你的生命 去對峙你的問題 才可能成功 因為你所生的時間不多了 所以了解你的問題 然後找到適當的方法 去處理它 這個就是我們學為世的 保持臨終正念的一個目的